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消息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 哈马斯领袖辛瓦很可能在加萨空袭行动中丧命了 以色列正在确认这项情报 另外在黎巴嫩方面 在以色列警告之下 半导电视台已经撤出黎巴嫩办公室职员 以色列一泼泼的空袭 黎巴嫩南部的一名市长在开会时被炸 不幸丧命 以色列北部在当地16号晚间 哄的一声爆炸 随后就是警报狂响 黎巴嫩真主党火箭炮攻击 从白天就开始 以色列指控真主党发射了多达30枚的火箭弹 但是以色列的动作也没在收敛 至少六个地点同时爆炸 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地叶 还炸死了当地的市长 这波攻击至少16人死亡 但是为什么连市长都会成为目标 纳巴地叶的市政厅被移为平地 同时南部城市卡纳也难逃炮火 以色列对黎巴嫩出兵两周来 多达120万人流离失所 孩子跟着大人参风露宿 好一点的能到联合国提供的避难所 但同样看不到一丝和平曙光 李巴嫩在两周内就几乎快要变成第二个加萨 连美国都看不下去 从白宫到国务院都发生 但是现阶段的拜登政府 除了口头告诫的外交司令外 似乎难以牵制以色列的行动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所作所为都点燃了伊朗怒火 不但要报复 当地甚至还为真主党办起了募款活动 妇女们纷纷捐出了珍藏多年的黄金首饰 伊朗正酝酿下一波行动要为真主党出气 但是也要提防以色列会为10月初的飞弹袭击报复 不过在此时美国也有行动 出动了B-2轰炸机 打的是伊朗在叶门的同伙胡塞组织 这一回美国没有联合盟友是单独出击的 声称是要打击叶门胡塞组织的五座地下军火库 更是要给伊朗一个严厉警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欧武战争的部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晚间在欧盟峰会发表谈话 泽伦斯基是带着他的胜利计划向欧洲各国领袖游说 不过这项计划的第一点就是立即获邀加入北约 欧洲盟国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而俄罗斯大酸泽伦斯基不够清醒 说这是一份乌克兰的不幸计划 乌克兰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西南部 暗夜中居民恐慌 俄军防空部队试图打下无人机 这是九月底乌军无人机攻进俄罗斯的画面 目标轰炸储存伊朗军员的弹药库 西安恩获得许可独家曝光作战秘星 无人机任务在暗夜中进行 发射地完全保密 整个过程得在四十分钟内完成 乌军无人机部队准备就绪 起飞前透过汽车快速追踪 确保无人机顺利升空 不只发挥打带跑战术 还要骗过俄军防空雷达 放出十多架诱饵无人机 再机翼贴锡脖 让俄罗斯雷达上当 掩护真正的攻击无人机 但尽管无人机作战有效 俄军更希望美国及盟国 放开武器使用限制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游戏欧洲后 回到乌克兰国会 公开他的胜利计划 乌克兰军情高层 与西方国家外交官 接出席聆听 所谓胜利计划五大重点 第一 立即无条件 或邀入北约 让普京感到政治算盘失败 第二 不可逆转地 加强自我防卫 包含国防产业防空能力 取消武器使用限制 与继续在俄国境内 展开军事行动 第三 建立非核战略阁阻 第四 开发战略经济潜力 第五 战后乌克兰部队 壮大北约 可取代部分驻欧美军 北约秘书长宇戴保留 因为能否入北约 还有关32个成员国 是否都同意 而且美国也认为 要等战争结束 不是现在立刻加入 让北约势力东扩 毕竟俄罗斯 就是欧乌战战的导火线 俄罗斯趁机 向基辅赶快清醒 乌克兰人民在基辅独立广场 悼念阵亡士兵 要求释放政府 还有无辜的孩子 举标语找爸爸 乌军阵王的眷属 不希望和谈 俄罗斯也持续推进 乌东前线 公布空拍画面 显示激烈战斗后 乌东两座村庄 被俄军插旗沦陷 战争何时划下据点 也跟泽伦斯基的 胜利计划一样 很遥远 TV新闻综合报道 航空制造业 吹起了一阵寒风 包括了美国波音 法国空八都相继宣布裁员 今年风扑不断的 波音公司要大砍 1.7万名员工来节省开支 而法国空八也宣布 将在2026年中之前 针对了严重亏损的 国防跟航太部门 要裁员2500人 而零组件短缺 当然也就影响到了 空八的交际数量 台风战斗机 在空中高速追踪目标 锁定目标后 发射炮弹轰炸 飞机制造巨波 空中八市 才在今年澳洲 举办的20国 七黑联合军演上 大修自家生产的 战机直升机 没想到16号突然宣布 将在2026年中前 裁掉国防和航太业务部 7%的员工 部门执行长表示 由于面对高成本 和部分专案计划 进度拖延 空八一直难以将 这个部门转亏为盈 加上供应链中断 以及预算限制 导致成本压力 不断增加 为了尊杰开支 不得不进行裁员 受到零组件短缺拖累 空八早已将全年飞机 交付量目标 从原本的800架 下调到770架 目前只交付了497架 而且在9月 仅仅交付50架而已 跟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9% 许多分析师 单油恐怕 无法达成目标 的确 工艺链中断 不止冲击空八 同样受重创的 还有波音 9月交际量减少到 只有33架 低于8月的40架 除此之外 3.3万名国际机械师 和航空航天工会 所发动的大罢工 持续发酵 这场罢工已经进入第二个月 劳资双方多次谈判破局 多国国会议员现在跳出来 来帮工会喊员 根据CNBC报道 由于波音劳资双方 始终无法达成协议 标普全球公司估计这次罢工事件导致波音大堂血 每个月背负的衍生成本高达10亿美金 折合台币超过320亿元 雪上加霜的是碍于罢工严重拖累新机生产进度 最新机型777X的交集日延宕到2026年 比最初计划晚了6年之多重创波音营收 为了避免亏损黑洞持续扩大 波音不仅宣布将裁掉1.7万名员工 甚至计划要筹资350亿美金 大约台币1.1兆元来渡过难关 波音今年以来衰事连连 一月发生内牵涉唱门 半空喷飞的离谱事件 遭到联邦航空局FAA严格监督 9月幼鹰工会杠上资方严重冲击生产 如今信用平等机构S&P Global表示 要把波音的信品列入负向观察名单 可能打入垃圾等级 摩根大同分析师警告 信品一旦跌入垃圾等级波音加倍剥夺投资资格 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坠落天使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要带你来关注 0403地震已经过半年了 但是您知道吗 余震还没有终止 甚至让今年规模5以上的地震 确实比往年都还要高 那么截至9月统计 规模6以上的地震已经累计10起 但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认为 发生地震数量多不算异常 而且余震规模都有趋于缓和 秘密麻麻的点都还是聚集在花东一带 0403花莲地震之后 余震还是不断 也让今年的地震发生量上升 摊开数据截至今年9月统计 规模7以上就是0403花莲地震这一起 而规模6以上则有10个 若看到近10年以来 仅次于111年的12个 但今年还没过完 数据可能还会更新 而规模5以上也有135个 是近10年以来唯一破百 但气象署认为这不算异常 其实也不算异常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位于板块的交界带 所以它在挤压过程 有一些地方它就会累积硬力 但是它有一些变形 它就是有点像是卡住过不去 然后突然它的力量 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它那个延时或者是断层 它就会断开 那断开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地震 那这个地震的同时 也会伴随很多后续小地震 因为它这个区域的延时 硬力的调整 然后就慢慢的释放 和1999年的921地震相比 气象署当时的统计 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整体余震才算是告语断落 至于0403地震过了半年 大大小小余震已经破千个 观察规模有趋于缓和 但还不能说已经终止 地震它的能量都是 一开始是最高峰 慢慢它整个在地体构造上面 因为它做一些硬力的平衡 所以慢慢都有一些 比较小规模的地震 那因为主震它规模是7.2 所以后续如果有规模5 6 4 这些其实都算是蛮正常的 以观测上的经验来看 这个目前是跟主震相比 已经持续在区换 0403之后 小余震一波接着一波 甚至显著有感次数 已经超过400个 所以接着要观察的是 余震的地点和规模 是否有出现明显变化 需要持续检测 最好的情况 就是它这些都是0403的余震 所以0403是这件事情的主导者 那如果渐渐平息下来以后 也就没有事了 但是我担心的 就是说那个 就像那个日本讲的 那个大地震时代来了 日本进入大地震时代 就表示这个菲律宾海板块 非常的活跃 位于板块活动频繁的台湾 时刻需要保持警惕 甚至建筑耐震观念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老屋要重建 或者是我要购买新屋的时候的 考量上有一些的变化 过往从来没有人 很少人在问在买房子 说你的耐震能力是多少 现在开始会问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建商们也开始 在注重这一块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推 所谓的耐震宅 到今年七月底统计 为老条例通过短短约七年的时间 受理建树来到四千零八十八件 显见地震频发 民众对于老屋重建相当积极 如果经济上有能力 买新屋时 耐震系数也会成为考量因素之一 只要经济能力允许 大部分人都会 首选一定是新房子 可是就跟你刚才所讲的 目前房价是偏高的 那对于蛮多的人 他们的经济预算 变有那么多的时候 就会被迫 只好去选择老屋 才买得起 我觉得这个老屋的需求 还是会持续断整 如果购买中谷屋 可以先查询地段 是否位于土壤异化区 另外观察建筑外观 公社及屋内空间 有无裂缝或建筑结构 是否受到破坏 想要专业一点 也可以请结构技师 先做评估 毕竟地震来得无声无息 只能事先做好因应 降低灾害风险 体本新闻 联志周圈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